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厨艺大饼厅吗 我觉得我特有做饭的天分 就不过让陈沙给扼杀了 杀在哪呢 看不见虾呀 大姨 他欺负我们 我听这些东西让我打你更好 就是我没办法想象 如果你不在了我怎么办 所以你要活比我久一点 竹虫 这是蝎子 天哪 小冬哥已经离席了 但我怎么听主任说 我怎么觉得抛不闪会更吓人呢 只要他出来就行了 我觉得无所谓了 但是你也不能有危险 那孩子健康就好了 欢迎大家来到婆婆妈妈 媳妇们的茶话会 我特别要隆重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的另外一个嘉宾 是傅老师 大家好 傅老师是我偶像 今天终于跟偶像坐在一块了 傅老师今天一进大门的时候 看到杨泽是怎么说的吗 还有气氛组的 我是氛围组的 气氛组跟氛围组是什么区别呢 氛围组就是比较混血 对气氛组就是你想打我 你知道我们家那个小区 我一进去 门口就摆着一个傅老师的一个广告 大大的广告牌子立在那边 仿佛就说回来了 你还是个黑白的你知道吗 但那个非常有记忆点 然后特别的帅气特别厉害 我觉得语言上的头怀送暴 一定不会影响 傅老师一会儿怼的力度 不是杨总 你还穿着秋裤呢 哎呦 我觉得 我觉得在换季的时候 我是必穿秋裤 春午秋冻嘛 就特别是在这个时候 湿气最容易从脚底下进来 保护好 对整个一年都好 那你得穿个毛袜子 穿着呢 就毛袜子 它真是毛袜子 而且有的时候增高鞋垫也是为了攀击寒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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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婆最怕我进衣帽间 一般我一进去以后呢 我老婆就会跟我说 你能不能不动这东西 你什么时候出来 多长时间出来 我觉得比较臭美 肯定去衣帽间 接着出门的时候 就是十号几号又给翻弯了 估计是这个 我出去必须得尊重大家嘛 是吧 你把自己打扮的像这么回事 然后呢 因为松松平时是打这个游戏的 但是呢 我打的特别臭 他特别怕我跟他说 老婆我今天晚上陪你打游戏 他说我带不动你 我要跟他打一晚上游戏 他就害怕了 圣医最怕我 说我来你给兄弟们打个招呼 因为他也记不清别人 他尴尬我也尴尬 我那些兄弟们更尴尬 其实呢就等于说 我拉着圣医 给我这个朋友们打招呼 就好像拉着他背壳营业一样 其实我老婆最怕我是回家 他自己一个人在家待着 他觉得他特别舒服 自在 然后又很整洁整齐 我一回家 我就会从剧组 搬无数东西回来 但我有一个习惯 把这些东西拿回家之后 我都习惯放在那儿个三四天在手 你不是习惯 你就是懒 对 然后我还有一个比较奇怪的习惯 就是我哪怕从外边回来了 进到门 我也不会马上去干我自己的事情 我也要先在床上 趴一会儿 看会儿手机 再去做我其他的事情 但这个事情 我老婆也完全接受不了 因为他觉得 我穿着外面的衣服 我就趴在了床上 这个你能接受吗 我是改了好多年 改到现在还没改清楚 我也改清楚 因为可能从小 机体宿舍住惯了的原因 没有时间去让自己这么 但是我觉得你现在可能会改变 因为你现在回到家 如果你想抱宝宝的话 你一定要洗手 我现在还得换衣服 洗手 还有消毒 还有干什么的 你看全都给你 把毛病都给你治了 我老婆最怕我去冲浪 她水性不好 然后她总觉得冲浪是一个很危险的运动 不巧 昨天我就不小心受伤了 我知道她是非常担心跟无奈的 因为她也不想阻止我做我喜欢的事情 另外这件事情的话 有像我老婆应该是蛮怕我帮她买东西 然后越帮越忙 常常就会买错 就这两件事 大概是我老婆比较害怕我点点点 对 她最怕我认真 就认真地跟她吵架 认真地跟她讲道理 现在我还是觉得 为什么不能讲道理呢 天哪 你敢跟老婆讲道理 不敢 我就觉得我得吵个明白 为什么要吵 每次其实我是对 但都是她赢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错在哪里 我像我错在哪里 我觉得你看郭老师说 我非常认真地跟她讲道理 这个完全显示了她的耐心 我觉得沉默是最激起别人的怒火的 我觉得很多人都没有明白这个点 大家把生活中的负面情绪吵一吵 把它释放出去 夫妻两个再次见面就又和好了吗 你看老刘怎么样 但老刘从来不认为她自己是对的 老刘此时此刻能看到咱俩隔空握个手吗 老刘 我觉得就是不能认真做个鬼脸 然后笑一下什么之类的 我正跟他吵着架的时候 我做个鬼脸 老刘经常这样 我正在批评她她是做个鬼脸 我瞬间觉得 对 这世界这一切有什么重要呢 对 不是我们特别担心的是 会不会做完了鬼脸之后 他们觉得我们在蔑视她 就是本来我们也只是被骂了一顿 但是当作为鬼脸之后被打了一顿 咱们就是最想听老婆对自己说的十句话 听到这种题目的时候 第一感受是怎样的 没意义 对 我觉得很多男生都会这样想的 你为什么要说呀 你说了 这不送命题吗 哈哈哈哈 宗哥 你是不是对女性有些误解 最想听老婆对我说的十句话 怎么会是送命题呢 怎么没有意义呢 怎么会没有意义呢 最想 让我捋捋 对 直接跟着那个谁 上了傅老师的车带走了 最想听的 突然有一天跟我说 要不我陪你去刮工果然成为学习 要是果然之日怎么样 然后她有时候 容易把事想极端了 当我给她把这个事实道理讲清楚之后 她就说 你说的对 第三个呢 我听你说吧 帅 帅 帅 哈哈哈哈 我就是受之有愧 所以说我虽然喜欢听 但是我说不出来 才给你了解 我说的对吧 太棒了啊 哈哈哈哈 孙琳她有她自己的性格 会有她自己的主张 她需要我的时候 我不去参与 但是她真的跟我说 张多这个事情我需要你 是我想听到的 而不是说我没事的时候 就哥们出现了 这时候 该我大显身手了 对 还有就是现在到这个阶段了以后 可能老婆有时候去拍戏 跟我讲 老公别吃醋 我不跟男演员在一块拥抱了 不跟男演员在一块接吻戏了 我也知道这是个开玩笑 但是我觉得她好像挺考虑到我的感受的 我觉得首先我想说的就是 她对我专业上的认可 因为有时候每次放我那些 我们俩都会在一起看 然后她就跟我讲 你这件我养的不好 这件我养的不好 这件我怎么样 应该怎么样 我就会跟她争着 我说每个人的理解不一样 如果她一旦说你这些养的好 我内心还是其实挺高兴的 还有一个就是说 她特别不接受我给她拍照片 我给别人很多人拍照片 都觉得挺好的 她确实很好 上课 对不对 她对自己要求特别高 然后对我的要求就更高 偶尔会有一张 她会说这张拍得好 我就瞬间觉得我被得到认可 而且我就有信心了 十年碰上一次 对 一个男人如果得到老婆的认可和肯定 其实是特别高兴的一件事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 我最喜欢和最想听我老婆 跟我讲八卦 真的 特别多卦 我真的都不知道 是 我也是 我的朋友我都不知道 那莎莎也知道八卦 她不是八卦 她会说很多事情 我说我都不知道 然后就是 那你是在演戏 还我在演戏 我说我 那你想不想听 我可听可不听 听卦多开心 我提卦挺弄的 对 我就是一网友 我还最喜欢 我老婆对我说的在我这儿呢 因为我特别爱丢东西 三天前我的结婚证就找不着了 过大事 我翻遍了真的 因为我记得清清楚楚的 放在了我的保险柜里 我也不敢问 问完了 不容易奉命 哈哈哈哈 你们两个结婚人不放在一起吗 没放在一起 啊 对 我们家都太收这样 因为我有一个保险柜 里面全收了 你就淘了什么东西 呃 里边就是我的所有的证件 还有十一个手机 十一个手机 用过的手机 对 那给为什么放保险柜 对呀 那有啥好放 就放到柜子里不就完了吗 直接扔了不就完了 就废铁了 用不了了 我老婆的我也不让她扔 全部留下 哎呀 哈哈哈 也许那些瓜都是从那手机里边 你忘了 自己慢慢查出来 哈哈哈 然后我喜欢听我老婆给我讲道理 为什么 一般我老婆不跟我讲道理 哦 她不给你讲道理 对 她是命令 哈哈哈 我还喜欢听到我老婆说的是 我喜欢你这个朋友 哦 我最怕听到的就是跟我说 你这个朋友有这个问题 有这个问题 你不应该跟她多接触 还有下面就是 我喜欢我老婆对我说的 而且我老婆也是真正对我说过的 这句话 说老公如果有下辈子 我希望咱俩早点遇到 哦 哎呀 哦 这是偶像剧 就会觉得这句话 哎 她怎么能说得出来呢 好甜啊 就是好甜啊 我怎么想不出来呢 对啊 好甜啊 她圣一就是个小女孩 我们俩在交往的过程当中 不管吵架也好 还是甜蜜也好 还是什么也好 有没有那么一刹那 就想我要离开这个男人 然后狂说一说我从来没 太感人了 我们姐妹真的太会表达了 我太骄傲了 是吧 我以前也说过 她觉得我跟她说的最感动的一句话 是我以前有一次 我会非常认真地跟她说 我说如果不是遇到你 我可能不大会结婚的 我 其实我跟我老公曾经说过 我说你确实让我相信了婚姻 嗯 那我觉得 陈丽莎说了一句话 就是大同小异的话 让我特别感动 就是谢谢你接受了我 娶了我 那我 我不会说这个话的 我肯定会说 感谢上苍把这辈子遇到了我 我最想听到老婆对我说的话是 我什么都听你的 平常都跟着老婆 大家想到的事情都需要跟老婆讨论 就说我什么都听你的 那表示老婆对我这个丈夫的能力 是有肯定的 那另外可以跟我说 老公我跟你一起去海边玩 你可以不会叫我冲浪 像这种事情她比较不喜欢 如果她跟我讲这些话的话 我会觉得她 真的很爱我 她愿意为了我去做这些事情 很好 好 坐坐 你最想听老公对你说的十句话 你能凑够吗 你辛苦了 好虚伪 你辛苦了这句话 我真的很辛苦 我觉得太虚伪了 我也是 我最烦这句话 是吧 你辛苦了 她要跟我说你辛苦了 我说明知道我这么辛苦 还不多干一点 那要怎么表达 第一个夫妻间要讲话 第二难道说你命苦 你活该 你活该累 对 累不死你 我老婆要跟我这么说 我还觉得挺高兴的 说老公你辛苦了 不是 你活该 然后呢 你这样我心里 永远都是最美的 多么华而无实 你这也知道 你跟莎莎的问题所在了 你给我比较 把小本儿给我记上 她这么说你信吗 在她心目当中 我当然信了 我觉得这句话是骗人的 你拉倒吧你 我觉得实际上 你们可以尝试一下 有时候不是虚伪 就夸夸 有时候突然间来一句 媳妇 我跟你说呀 你在我心目中 真的超越了所有的美 其实你这个美 是没办法替代 没办法复制的 我觉得我太幸福了 他们俩嘴上说 他们俩在思考 是 在思考 没有 因为这句话 我也说过 对呀 只是得到的反馈不太好 不可能 不是说她不爱听 是你这个表达方式 对 不够真诚 是不是让人家感觉到 有时候我们表达 我们觉得很真诚 但是让女性 或者对方自己老婆 她觉得你这个不真诚 这个是最大的一个误区 有道理 有道理 我们下一个就是 我最受不了老婆 对我这样 我最受不了老婆 就是对我掉眼泪 对我哭 我一下就完全降服掉了 干什么都行 想什么都行 而且我觉得 女人生下来就让男人疼的 特别对 然后女人生下来 让男人疼的 对呀 那你最受不了老婆 对你哪样 我最受不了 她 她对我不捉了 你希望她捉你 对 我觉得她对我不捉 我觉得我生活没有乐趣 她给捉吗 就是撒撒 对吧 弄一弄是吧 其实说实话 我还挺喜欢她对我捉的 因为 我觉得她对我捉一捉 我还觉得就是挺可爱的 那是我老婆 她想捉就捉 对不对 没毛病 没毛病 对吧 是 对 就是我的衣服 大部分都是老婆买的 她会选一些 比较流行的款式 可是我就喜欢舒服 然后比较素一点的衣服 另外一件事情 刚才有说 就是去海边玩 然后受伤 通常大部分的人 应该就会说 你不要再去了 太危险了 如果她一句话 都没有这样讲 她就默默对方 没办法擦药 然后帮我消毒 这件事情是我真的是 非常非常感动的 这个不是说不了 应该是 不希望怎么样 第一 我不希望她再买那些烂七八糟的 美容仪 拔火罐的 我告诉你们一个糗事 咱们去水城的时候 她把她拔罐的带上了 结果她拔不了自己后背 拔自己的肚气行 结果你知道吗 当了可不厚 买古董你可以去完成 甚至找我朋友都可以 但是咱们不能去 比如说家具店去买 我们家现在大门口 放着一个大顶 绿油油的一个大顶 其实我很多朋友来之后 我首先嫌给生鸣 这是圣衣买的 这跟我没关系 不然的话 一是生鸣毁于一顶 圣衣买这个东西 它不是把它当古董买的 它是把它当成一个装饰买的 但是你要不去解释 你凭什么要放它 大家就会怀疑我收藏的专业性 而且圣衣还是一个 你很会过日子的人 又舍不得扔 那个顶我搬了 我是真的不好看 可能在某个角落当中 啪又出现了 它还依然起着 它自己所独特的装饰作用 还有受不了的是 圣衣突然想理财了 其实我们家的所有的钱 都是圣衣的 我名下都没有 都是它的 都是为它和孩子打工的 突然间它自己要想理财了 理财了弄得鸡飞狗跳 第一 自己不知道还信用卡 二 不知道信用卡和自己本身的卡关联 多次劝劝说 你不要去弄这些 我帮你弄不好 不用 把身份证卡 包括信用卡 全丢了 卡丢了之后 她忘了还了 她丢了这个事 她也没跟我说 她怕我说的 识不管了 结果差点没列入黑名单 都说你不理财 财不理你 如果黄上衣理财 财就彻底不理她了 说了那么多 我最受不了 圣衣做的这些种种 但是我既希望她成长 又希望她 永远单纯快乐下去 圣衣能这么多年保持单纯 杨子老师 还是保护得挺好的 我觉得这是我作为她老公的 一个最大的心愿 我觉得杨子说这话 我挺赞同的 我觉得一个老公 最大的幸福感 或者你最大的成就感 就是来自于 就是让你的老婆 一如既往地保持她自己 做她自己 我觉得程丽莎 对我来的有时候 她是我的老母鸡 我是她的小鸡子 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 她在保护我 其实我很喜欢这种角色的 互换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就觉得 她与她做她自己就好了 没有必要去改变什么 做你自己就是我 最大的幸福 东哥她有一点非常难得 大多数男人是不愿意承认 我依赖我的老婆 去说出来 而且表达自己的这种依赖感 这个时候反而会让女性 更愿意去做得更好 我也挺怕我老婆 跟我说谢谢的 这就是什么事情 说老公谢谢你 那我也会觉得 夫妻之间 用不着这么客气 如果发生了一些争执的时候 咱们就在家里面 就是千万别往外跑 我就挺怕这样的 还有就是千万老婆不要 不对我笑 因为她就是喜欢笑 但是如果她今天不笑了 那我就非常担心了 其实我之前有个观点 我觉得夫妻真的之间 有什么事受不了 它是无法延续的 其实我有时候在网上 看到别人去猜测 别人的家庭状况 或者是随意的评论 我都觉得非常的好笑 我可能在外人面前 有很多的缺点 很凶呀 很强势呀 其实那都是外人的想象 夫妻处到五年以上的 是充分了解对方 并且能够包容 所以我老公 现在有时候出去参加节目 就老要强调 我是个温柔的人 回家说 噓 不要说那么多 破坏我的人设 真正的形象还是一个小可爱 那我不研究我自己 到底是啥样 我的一个特点就是 我从不研究我自己 真正是啥样 其实我特别赞同 首海的这个观点 其实每一对家庭当中 他总会有属于他们的一地鸡毛 别人看到的未必是事情的真相 实际上你们家是一地天鹅龙 那也不是 我们俩也会吵 不影响我们俩继续 过我们的 属于我们自己甜蜜的日子 都会吵架的 对 都会吵架的 对 不可能不吵 会吵 但吵着吵着忘了初心 对 老是忘了初心 拐花了不是 我们今天虽然说的 可能很多都是柴米油盐 但是真正可以让夫妻 一直走下去 他们两个人之间一定 经历了很多大的事情 比如说我会看我的爷爷奶奶 就是他们那一辈的人 风风雨雨走过来 就是经历了很多 哪怕他再作再闹 你都不可能这辈子离开他 对 我觉得说特别好 我觉得现代人 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他们简化了婚姻关系 只愿意看到爱情的部分 忽视了恩情 友情 是的 亲情 其实婚姻是一件 非常复杂的事 我觉得还这一个点 是责任 对 到真正发展的婚姻阶段 它是一种非常深厚的感情 我的概念就是说 我的这一辈子当中 绝不能出现离婚这两个字 绝不能出现 选择了这个我就要走到底 我觉得这就是责任承担 其实我觉得就比如说 像咱们这个婆婆和妈妈 这样的一档栏目 我觉得其实它就是 有社会责任感呀 每个人它就是一面镜子 我们可以看到自己的不足 看到自己的长处 包括是杨子 张朵 诚哥 他们都各自有各自的优点 我觉得是我学习的榜样 队长好 今天最后一个话题 就是几位媳妇在 之前的茶会当中 特别想听到 大家讲到的这个话 想听老公们说 我们不在的时候 他们之间 对我们的一些评价 因为他整天都会在我面前 就是这我不累 我没事 可以的 那但是其实更想知道 他的内心 不知道他在男人面前 会不会就是分享出来 我真的很想听到 郭小冬怎么吐槽我 想知道他有没有 想要我为他做什么事情 莎莎特别想听小冬哥吐槽他 我可不敢 一直在吐好吗 东哥 对 你可以这样回答我 但是你不能这样回答莎莎 说实话我是觉得 他性格有点急 所有的喜怒哀乐会写在脸上 但是我恰恰就喜欢他这一点 他不藏着掖着 把事情说完 大家都过去了 我觉得别太着急 任何事情缓下来 因为太着急 有时候他会伤到他自己 其他的 我怎么想不出来呢 优点太多缺点太少 那个独独啊 松松啊特别想听你说说 你自己心里头的难处 你内心的柔软 实际40岁的时候 是应该已经有这样 很多事情的一个处理和把握 我没有太多困惑了 可是你又发现 冥冥之中有一些力量 可能你根本就掌控不了的时候 那你又不知道自己 以后是什么样子 不知道你会在哪儿死掉 你也不知道 你这一辈子能挣多少钱 可能就在这个柔软的地方 是在不可为之性和不确定下 不要那么悲观 来 杨子老师 我是大大咧咧嘻嘻嘻哈哈 成天就是这样 但是他盛一是一个非常规矩的人 拍什么戏 什么时候休息 什么时候去旅行 他列表似的 真的精确到每一秒 但是我有时候还是理解不了 我就觉得这种生活太拘束 太严谨了 但盛一就觉得 哇 你不计划好去干的工作 那太不靠谱了 但是因为相互的包容 相互的理解 相互的赌 所以让均属和不靠谱 完美地结合起来了 又成为一个很幸福的家庭 那个佩晨特别希望 白哥说他能为你做的事情 其实我最希望是他 可以跟着我去运动 去户外多走一走 因为他对这些大自然的东西 比较不感那么兴趣 另外因为他其实 就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 就是想要他周边的任何人都开心 他能搞得他自己也很辛苦 我希望他可以多做自己 不要被周边人的情绪影响 好 我觉得每个家庭都不一样吧 能够相处下去的夫妻 并且能够呈现一个 比较好的相处模式的 他们肯定都是互相非常了解 我是觉得婚姻是值得 我们去珍惜的 大家应该去记住 那些美好的东西 我的四个姐妹 我是真心感觉他们很幸福 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这个先生 去疼爱他 我是觉得有给你们的祝福吧 我相信你们一定会永远幸福一下 好 谢谢 每一个家庭都是不一样 但我更愿意把它形容成是花朵 但我觉得大家都一定要好好去了解自己的婚姻 知道去培育好这个花的技巧 让我们家庭的幸福之花 能够永保长青 越开越艳丽 所以希望大家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好